天下不云 笑开历史蜂拥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夏天龙史诗 大家都知道和生的铁是胎的 和生这个人很有意思 他还自己经营工商业 经大修营后他就开了300多间 更别提其他的产业了 在此期间 和生还是英国的东印公司 广东13号都有生意的来过 和生被嘉庆查败之后 根据统计的数据来看 和生的财富相当于 秦政府15年的财政总收入 这个数据非常惊人 也难怪他如此出名 即便现在人们也会在茶余饭后 将他拿出来聊一聊 民间关于和生的故事非常多 当然 大多数也只能当个笑谈 因为都不是正式记载 谁也不能保证都是事实 无论一个人多么富有 他也总会有几个穷亲戚 俗话说得好 华帝还有三门穷亲戚 当他发达的那一刻 不少人都会找上门来 和生也不例外 和生在老家有不少的穷亲戚 和生发达之后 很多人找上门来 他们也不问和生要钱 他们只是让和生 给自己介绍一份体内的工作 这件事情比较难 这八人什么都不懂 给他一个官职 他们也盖不了 这样还会招来邪业碎语 可是直接给他们一笔钱打发走 这样也行不通 古人都讲究一个名声 人在发达之后 也非常重视自己在老家的评价 如果真的直接给钱 将这些人打发走 这些人回家之后 宣扬一番 对自己的名声不好 跨切这样做了 恐怕以后会有数不清的 穷亲戚上门来要钱 于是乎和生想了一个办法 不仅能让他们打发走 还能临一涌楼 和生让管家把这些穷亲戚 全部交代了一起 给他们交代了一个重任 让他们把自己扇银子 看起来非常的简单 亲戚们很纳闷 不过最起码有个隐身 和生从仓库里拿出几万辆银子 让他们每天都摆出来晒 晚上的时候 和生就会让管家撑住 紧接着和生便会告诉他们 晒了一天了 应该少二万辆银子 怎么水风还没变 那就明天继续晒吧 和生的这些穷亲戚 接连盖了近一个月 都是如此 从来不少钱 和生也只是告诉他们 水风还在 继续晒吧 这些人最后想了个办法 既然和生老爷不满意 那咱们就每天私下里 拿走二百辆 接银五天 银子少了整整一千辆 和生便告诉他们的亲戚 可以的 你们都先回家吧 明天又是还想找我 就来这里 这些亲戚们也懂了和生的意思了 和生是想包住的 可是他们又没有能干的事 和生只能想个帅银子的活 避之法给钱 又给了他们终于 第二年他们当然也不好意思去了 好了本期的夏天王室圣都会结束了 如果大家喜欢 记得评论转发 铁赞 请不吝点赞